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学习《正法念处经》 第三十三集 上一集 世尊介绍转轮王拥有的珠宝 有八种功德 前面四种分别是 暗夜能发光 能除一切渴 随王心意流出清水 以及散发种种色彩 接着 世尊继续说明 珠宝具有的其他功德 又赴珠宝第五功德 比珠宝力 百游寻内 人皆离病 心形正直 一切所欲 如业相似 非不得过 如是珠宝第五功德 第五种功德 指以珠宝的功德力感召 在一百游寻的范围里 人们都远离 人们都远离病苦 而且心形正直 一切 一切所欲所愿 就像业力感召那样 不是不出现的 而是不知不觉 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像这样 他有除病 令心正直 随意满愈的功德 又赴珠宝第六功德 以比珠宝之势力固 另比恶龙不降恶语 如是珠宝第六功德 第六种功德 是指以模拟珠宝的威势力 能够令恶龙不降恶语 又赴珠宝第七功德 于无水处 险暗旷野 无数草处 是珠宝能灵多有树木 持水莲花 丛林青草 皆喜聚足 如是珠宝第七功德 第七种功德 是指在没有水的地方 包括险暗 旷野 荒漠 以及没有花草树木的地方 宝珠能够恢复生机 使当地出现各种树木 持水 莲花 丛林 青草等等 一切都具足 又赴珠宝第八功德 珠宝利固 无人横死 不尽受者 能令畜生 不相杀害 不相增集 相增集者 为蛇属狼 第八种功德 就是以珠宝的威德力 因此没有人横遭枉死 宝珠所在之处的人们 没有不穷尽受命的 都能寿终正寝 而且能令畜生之间 不相残杀 不相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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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彼此间 会互相增集的 是指蛇 鼠狼等辈 如是八种圣大功德 具足相应 比转轮王 黎称善业 所得果报 世尔绝说 世尔说 能拥有这样 具足八种 殊胜功德的 魔尼珠宝 都是因 转轮王 舍离称心的善业 所感得的果报 除此之外 端正可喜 如法善人 随顺法行 与转轮王 种姓相似 一切聚落 大众会处 皆惜敬爱 在其心形 转轮王西下 有一千名王子 都勇猛强健 是人中一流的人物 具有圣庙的身色 英姿萨爽 他们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的力量 能摧毁一切敌军 而且 这一千个王子 都和转轮王 同心协力 都能顺着 转轮王的心意而行 这些王子们 品性端正可敬 如法行善 随顺法行 所作所为 符合转轮王的种姓 不会入墨先祖 在一切城镇聚落 或大众聚会的场合中 都能被人们 崇敬爱戴 世人都赞美 他们的善心善行 说完了 转轮王拥有的第二宝 珠宝后 世尊接着要介绍的是 第三宝 金轮宝 下一集 正法念出经 我们继续学习 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事 不一方面 案